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如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到课本两百八十八页 二百八十九页 这个发心明菩萨众生之上手 四出四功德西游菩萨有 导师这里举出四个辟欲 王子出身 狮子出身 那这时候我们说 狮子出身这个辟欲 应该是另外一个辟欲来的 意思应该不是说狮子出身 会百受所未尽 而是这个狮子出 这个狮子王在 在吼叫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都会害怕 但是这个小狮子 听到这个狮子王在吼 不但不害怕 那更增加精神百倍 那如果依华严精 它是这个辟欲 然后另外佳林萍茜鸟 在鸟壳里面 那也一样 殷生就已胜过了一切 那这个大致这里面有说到 还有第四个 心悦为名 就为人类所爱见 那这个是来自于保鸡精 这个辟欲来自于保鸡精 它是说 他在讲到菩萨发心 出发菩提心的 他说如月出生死 如月出生死 就是从初一到十五 那月开始光明 渐渐圆满的时候 众人爱尽予予满月 就超过 超过对满月的 对心悦的喜爱 超过对满月的喜爱 那可能印度是这么样的 或是他们看法是这么样的 那么他说信我余者 爱尽菩萨过于如来 因为大家基本上是比较爱尽如来的 但是他是在告诉大家 如来是由菩萨来的 所以应该要爱尽菩萨过于如来 有点像我们现在说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所以要特别保护照顾小孩 类似像现在 类似像这种观念 爱尽菩萨过于如来 你应该 因为如来是大家都所尊敬的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爱尽 但是佛这样说 你应该要爱尽菩萨 那么过于如来 特别要保护 我不用你爱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菩萨正在成长 特别需要保护 特别需要忽念 特别需要爱尽 所以者和 你要讲这种观念 为什么呢 由诸菩萨生如来故 这个好像会咬 应该要想办法让它不要咬 生如来故 这是所谓的另外一个批 心悦的唯名 就为人类所爱尽 这个是影之宝剧经的 是在讲这个 那说菩萨发心以来 就是这样可尊可敬 演了经典里面四个说法 来说明 这个菩萨出发心是最值得贡献的 一般来讲 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那么主要 诸佛互念就是互念什么 互念菩萨 发菩提心的菩萨 因为这一些人未来都会成佛 一旦成了佛 在他发菩提心 再到他成佛 这中间他会利益很多人 到了他成佛人 成佛之后 依然会利益很多人 即使在佛灭入后 还会利益很多人 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菩萨 是非常值得保护 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世出世间的一切功德 西游菩萨而有 为什么世出世间的功德 都有菩萨有呢 底下有解释 他是说世间的善法 声闻 圆觉等善法 都依菩萨而有 佛功德也是依菩萨而有 所以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样讲其实是说菩萨 比如说 他说这个世间的 出世间的 世间的 世间的 这些善法 然后出世间的 出世间的有两种 就是 这个声闻的 跟佛的功德 佛陀的 那么都有菩萨有 那菩萨不是成为佛功德而已 为什么声闻的 他也有 那世间的这些善法 包括人天 人天的善法 他也有 那么主要是说 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发菩提心 然后就行菩萨道 医院起修 那么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么众生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或是说 应以合法得度 极说合法 那么告诉这些人 要行五戒 行十善 那么想要得解脱的人 告诉他 怎么样得解脱 那么想要成佛的人 告诉他怎么成佛 那么他之前成佛 也是由这个菩萨 教导他菩萨道 那菩萨自己本身也成佛 那么也成佛的功德 那么一样 所以一个菩萨 那么可以教很多类众生 那么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他发心要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众生 现在他只要献身的幸福 他就告诉他 你真的要获得幸福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做 那么他希望未来能够升天 他也可以告诉他 那么你希望未来能够升天 你必须要怎么做 要远离哪些过犯 要成就哪一些事业 他会告诉他 那么他后来成就了世间的善法 乃至于得到解脱 乃至于后来成佛 都是因为当时菩萨 那么告诉他这一些 那么带领他这边修 他修六度四射而有的 那么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这个释迦佛 那么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些佛 或菩萨 他告诉他怎么修怎么修 然后发佛的一些 就开始修行 那么一样 那么一个菩萨 因为重点在菩萨会去利益众生 那僧文 菩萨会尽全力的 不会艰难的 那么去利益众生 广大的利益众生 那生文不会 尽管生文只会随远随分而已 那超过我的 或是没有办法听我就算了 那么但是菩萨会不断的利益众生 在他成佛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不断的利益众生 而且成果要很久很久 那么这么长久的时间 他都在利益众生 就是说他开始发现到利益众生 到他已经成佛 那么成了佛就没利益众生 依然在利益众生 因为他成佛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那灭度之后 灭度之后 还有遗留下这些法 仍然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一个菩萨 他可以成就世间的善法 因为他会成就世间善人 那么可以成就出世间的这些清静法 因为他会成就生文 跟成就菩萨成佛 那么这一些 所以他才会说一切的善法 他才会说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 那这一切善法包括世间跟初世间 所以他说第一个从世间来讲 那么以世间善法来讲 那么如说菩萨受种种生 或使受夜报生 或受变化生 于世间教化 收诸善法及世间 即世界法 王法 世事法 就是他在这个世间 那么依这个世间所需要的 那么引导这个世间的人修善 修道 主要是两个而已 就修善跟修道 那么修道里面又分 这个修解脱道 修佛道 其实是这样 那在这里的说 霍受夜因缘生 霍受变化生 那基本上就是 他为了要利益这些众生 不管是僧文 不管是仁天 那么僧文 菩萨佛都是由菩萨有 那么霍受夜因缘生 他有两个 一个霍受夜因缘生 莫受夜因缘生 夜因缘生就是夜暴生 以夜因缘而有的 这个身心 其实就是夜暴生 我们说是夜暴生 好 好 那霍受 变化生 变化生 我们一般叫做硬化生 那么硬化生就 就比较 也有两种说法 也有两种说法 那一般大生的说法 比如说三生的说法 就是 一般我们讲三生是怎样 是怎样 三生 有时候讲三生 有时候讲四生 就是化生 暴生 跟法生 跟法生 好 那如果一般的说法 化生 暴生 化生就是 释迦佛 比如说西达多 视线在印度 这个叫硬化生 这个就是硬化生 那暴生 一般是说 比如说在色究竟天里面 这个圆满暴生 一般我们暴生 就是圆满暴生 比如说阿弥陀佛神金色 像毫光明无德伦 白毫婉转五虚明 甘木澄清世大海 那这种就是圆满暴生 就是他还是有个生 那法生就没有了 法生就无相 那化生 这个是大圣的一般的说法 这化生就是 硬化生 就是我们说的硬化生 有时候叫变化生 那么硬化生就是 一般凡夫 比如说他生在印度 就是那种印度的那种相 那如果生在中国 那是中国人的相 如果生在天上 就天上的相 那随着 随着他要度化的 所生的地方 然后他就现那种相 那么这个是硬化 硬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 而是 他有的事情 那就是来 依这个生来度化众生的 就是全角化变瘦 这个生来度化众生 比如说你在印度 你当然要找到印度人 看起来庄严的那种相 你身在美国 身在美国人看起来 很庄严的那种相 喜欢的那种相 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种是所谓的 化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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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众的一般的来说 那另外有一种说法 就是反过来 就是化众 就是所谓的叶化众 就果报 果报形成的身体 那化众就不是 就是 有时讲变化众就是说 比如说观心菩萨 他可以变化 用神通变化 像佛陀也会变化 佛陀要去度 度一些众生 他有时候变化成 变化成 一个长者 变化成谁 变化成谁 像观音菩萨 变化成 变化成一个卖鱼的人 变化成谁 变化成谁 那个叫变化神 所以这两种说法是 不太一样的 就是不太一样的解释 那这种是大圣的说法 就是化身就是 释迦牟尼某 生在印度的 那个印这个世间 而有的圣 要度化众生 他从高一 他从多算天下来的 那这个就是 一般的色身 就是我们所谓的 父母所生生 那有时候 讲到八万重生 有些 像大字录里面 叫做八万重生 就是他基本上 这是父母所生生 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圆满的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 化身是变化的 就是以神通变化而有的 这个是化身 化现的 那暴身才是我们父母所生生 那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他说 祸收叶暴身 祸收变化身 那这个也可以讲是说 是这个叶暴身 就是 因为这个果暴身 就是我们叫做父母所生生 那么 或是变化身 就是比较属于 就是他 他是 比如说像 趁愿再来的 那 因为化身有 还有分两个 他 一般我们可以这么讲 他是因叶而来的 就受叶 但是有些是因怨而来的 那么就可以 就可以这样分了 像释交佛在一般菩萨来这个世间 那么他是为了度众生 为了圆满他的菩提怨而来的 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叫做 叫做这个 印化身 好 那可以说是他 趁愿而来 所以趁愿而来 他基本上是可以选择父母的 依他的愿力 比如说 他可以升天 比如说 你休闲到 休到可以升天 但是你不升天 你发愿要来这个人间 那么他就 有愿有业 因为你 依你的愿 你还不能选择父母 但是依你的愿力 你就没有升天 升到人间来 但是你还不能选 不能完全依你的愿 但是有一些力量 比较强大的菩萨 他就可以 他修行到一个程度 那么他可以 像释迦佛 好说有很多菩萨 也可以这样 他可以 要求要升到谁家 在谁那里 成为什么样的身份 像这个中国有一个禅宗的祖师 不晓得是不是健健大师 还是很神话 就是说 他发愿要升到日本 然后去那边的侯寡 利益众生 后来听说 日本的圣德太子 就是那个祖师去投胎的 那么这个也是所谓的 所谓的硬化 硬为了要度化众生 而去受生 那么一般的菩萨也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天不升天 修天不升天 为什么不升天 我要行菩萨道 要在人间前行菩萨道 所以你不升净土 也不升天 你就是要来人间行菩萨道 那么 但是你的力量又没那么强 所以他就有愿有愿 依你的善愿 依你的愿 但是如果纯粹是依你的愿 你应该要升天的 但是你不升天 所以他就有你的愿力在 那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依愿的 自己做不了主 自己做不了主 那如果 那个必须你有强大的善愿 如果你说 你要剁出生道 你发愿不要剁出生道 那也没办法 那如果可以 医愿就可以 那没有人要会剁第一 我发愿不要剁第一 不是你有第一的愿 你就要剁第一 这由不得你 但是你有升天的愿 你可以不升天 如果你的心力够强大 那么你可以不升天 你的善愿可以让你不升天 所以这里讲到说 比如说像菩萨无神法人 他可以解脱他不解脱 那么他为什么不解脱 因为他也要 他要怎么样 他要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也是愿力的 好 所以这里就讲到 这个菩萨受种种生 受生种种 那有些 这个就是讲到 菩萨生观音菩萨 因以合生得度 極限合生 那个是变化生 不是 因以合生得度 就生到哪里 在哪一个地方 还要去因以众生 他就视线在那里 受生 他也有 于世间教化 那就是为了度众生 那么 视线在世间的这个神 那你要去印度 你当然就 你当然就要生在印度 那你要去中国 你就生在中国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他说 有一些修菩萨行 他没有 那么说诸善法 说这一些 这个是世间的 关于世间的 所以说世间的善法 叫你要行善 叫你要离恶 叫你要知道因果 这些种种的 有一些修菩萨行 而暂时失败的 因为败坏菩萨 那这里讲到败坏菩萨 他引的这个是大智德论 我们先看大智德论 他说 亦有悲心 智有 智以果法 无所贪力 就是 这个菩萨 他还是菩萨 那菩萨以大悲心为根本 他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他说这个菩萨虽然败坏 但是 他还是有悲心的 那这个表现在哪里呢 因为他做国王 因为菩萨行善嘛 所以他可能 再来的时候 他有权力 有富贵 那因为他 第一个他持戒 他比较会有权力 就是贵 那么第二个他布施 他比较会有富 富贵基本上是由布施持戒中来的 好 那他可能如果持戒持得非常严 然后是说布施量很大 他就可能是大国的国王 那如果比较少一点 就是小国的国王 有这样子的 然后他的眷属就比较和乐 因为他不血缘 所以他的眷属就比较和乐 那他说他有很多人民 他自以国法无所贪力 他也不贪 而且规矩很严 虽有首脑 首安者都 那很多人因为他就是 讲究刑法 就是说 照做恶业就要处罚 照做善业就要鼓励 那照理讲世间都是这样的 那惩恶 那么讲善 惩罚这些造恶业的人 那么鼓励奖赏 那一些修善业的人 所以他说 虽有所脑 首安者都 至一恶人已成一将 因为这个人会伤害这个村 就把这个人抓去关了 杀了 或是给他判刑了 让他不能再为非作打 照理讲 这个是好事啊 那为什么叫败坏菩萨呢 因为我们说过 菩萨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 那么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个是侠客的行为 不是菩萨的行为 就是说 你拔刀砍的是人 救的也是人 那么一个三贼要 一个三贼要杀这群人 你把那个三贼杀了 救了这群人 那个不是菩萨的行为 那个是侠客的行为 但是这个叫做 他说如果你有发心 那么你这个菩萨是败坏菩萨 那为什么呢 救人不好吗 为了 为了那么多人 那伤害一个人 那有什么不对吗 不对 你要救的是所有的人 你不能够 你可以惩罚他 但不是要 就是说你对他没有恶心 你就算惩罚他 也是为了他好的 而不是你路见不平 愤恨不平 你要修理这个人 来帮这些人 不是的 那么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佛图臣 佛图臣是有神通的人 但是佛图臣站在那个时代 南北朝那个时代 那他那个国王 十虎十乐两兄弟 那个是很不好的 为非作乃的 那照理来讲 他以他的力量 可以杀掉他们两个 解救这些百姓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去帮助这两个人 他去帮助那个十虎 十乐 那怎么帮助他的 信心通给他们看 而且他打仗的时候还帮他 他打仗的时候还帮他 告诉他你要怎样怎样 你才会赢 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说这才怎么会菩萨 没有 他为了要射受 因为你教化了这个菩萨 你教化了这个国王 底下 底下 因为他的权力很大 身杀大权都在这里 佛法人不能运行 也在他手上 那你大可以把他杀了 他杀了没有用 那这个不是菩萨的行为 他去教化他 那教化他 一开始 他也不是说帮他打仗 而是给他现对称 告诉他 你要怎么样才能避免伤亡 怎样才能打圣仗 那几次以后 而且他有神通 他就会先告诉他 怎么会发生什么事 那那个是很残暴 残暴不忍的人 但是几次以后 他也信他 就供奉他为大和善 听他的话 然后他就慢慢慢慢改变他 然后告诉他 因为他是出家人 就告诉他 你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听他的话 然后 就会善待出家人 然后就会怎样怎样 那这些出家人 在他里面就不会遭受到迫害 特别像 他的徒弟是谁 道安 你看 道安法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道安的徒弟是谁 慧远 那个东晋那个时代 就他们三个人 师徒三个人 撑起一代的佛教 那主要是佛徒神 佛徒神的学问非常好 他神通力又好 但是他去教化这个 十苦十乐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 你这个恶人 我惩罚你 我让你受到伤害 让你不能为非受财 不是 他教化他 那么教化了这个人 因为你就算把他杀了他 他依他的福报厉害 他造作更大的恶 其实这样子 所以他教化他 改变他 让他变成一个好人 而不是杀一个坏人 来解救很多的好人 不是 教化一个恶人 那么这个恶人也被教化了 这些好人也不被伤害了 但是教化恶人要运用很长的时间 很大的心力 甚至你自己也可能受伤害 但是他依然是这样做 所以说 第一个他不放弃了那一个人 就算他是恶人 他也不放弃他 也要救他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平等 就是我们叫做冤亲平等 不管你是好人 不管你是恶人 不管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对我恭敬 对我不恭敬 我尽我的能力帮助你 即使你要伤害别人 我也不是杀了你救这些人 不是 我是想尽办法 让你不去伤害别人 举个例来讲 像释迦佛 菩萨的时候 看见一只老鹰 要抓一只鸽子 那么他要救那只鸽子 他大可以怎么样 大可以把那只老鹰抓起来 他也不用杀他 让那只鸽子飞走就好了 可是你要知道 这只鸽子一飞走了 这老鹰没有东西吃 他终究是要吃鸽子的 他又不吃草 他又不吃玉米 对不对 他又吃肉的 他肉要从哪里来 他当然是抓起 他抓毁了这只鸽子 他还会去抓其他鸽子 是不是 那一样的 那比如说你看到一只蛇 在抓一只青蛙吃 好 那你把那只蛇打掉了 让那只蛇把青蛙剁出来 青蛙跑掉了 你救了青蛙 那那只蛇 从我们人道的立场看 我们救了青蛙 对不对 好 可是那个蛇他要吃饭 那么他今天抓不到这只青蛙 他就去抓另外一只 或是抓另外一只虫 因为他总是要吃不 但是他吃饱了他就不吃 他吃饱了就不吃 但是他没有吃饱 他一定要去吃 那除非他一直都没有得吃 他就死了 他一直都没有得吃 他就要死了 那如果从这个立场上来看 你救了青蛙 那么你救了这只青蛙 你可能就害了另外一只青蛙 那么你救了所有的青蛙 你就害了这条手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那实际上菩萨 所以释迦佛是怎么样 那么 那所以他说那你鸽子不给我吃 那我要吃什么 那我又不能吃吃饭吃玉米 对不对 那我鸽肉给你吃 你吃我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还是他不剥夺它 因为你总是要食物 所以那不然我就给你吃了 那舍身四伏也是这种概念 那老虎要吃那怎么办 那老虎没有吃 小老虎没有吃也会死 那你让这些养不给老虎吃 那老虎要吃什么 那老虎没有得吃就饿死了 那活了养就死了老虎 那怎么办 那我给你吃 那其实就是我们不是站在 其实我们会觉得 就是帮助弱者对抗强者 那其实不是 你要教化这个强者 然后如果他 当然他有办法都不要吃的话 他里面自己不吃死掉 那他就会转化来做人 但是他没办法的时候 那变成是你也要救他 你不是伤害他 因为你救了别人 另外一种意义就是 你也伤害了他 因为他没有吃 他没有饭吃终究要死 你看那个北极熊要吃海豹 找不到海豹吃 他都瘦到也快也要死掉 他也要死掉 如果他撑下最后一口气 要抓到一只海豹吃 那你看见这只海豹要被吃 觉得北极熊很残忍 你救了海豹 但是北极熊可能就死了 那问题就只有 你要救北极熊要救海豹 这样而已 是不是 那菩萨当然他 他看见受苦的众生 他慈悲的还要救他 救命 但是如果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所以就是这里的 你这个恶人伤害这么多善人 那当然要帮你这个恶人 抓起来官啊 就是处死啊 加刑啊 可是你还是让众生受苦啊 所以菩萨才要有很大的力量 那一般人是让人做不到 一般人只能够全移 全移 伤害少数人就多数人 只能这样 但是菩萨他的悲心的话 他就不能这样 所以才叫做 若染生若胎生若失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 若非有想非有想若皆认 无语念旁 才是这样讲的 那我们如果有这种菩萨心场 像我们常讲 我看很多国教的也会这样 就是痛恨共产党 或是痛恨民进党 或是痛恨国民党 然后来站在这一党 讲什么讲什么 其实这种观念都不是菩萨心的行为 如果说菩萨心的行为 若国民党 若共产党 若民进党 若什么亲民党 不管是谁 若中国人 若台湾人 若外国人 若美国人 不管是哪一个人 那只要是我可以帮忙的 我都希望大家好 我都希望他们好 我不会为了这边的人 来伤害这边的人 我也不会为了成就这边的人 来恨这边的人 我不会因为喜欢这边的人 而痛恨这一些伤害这里的人 我不会 心中没有怨恨 只有慈悲 那这当然不容易 这当然不容易 但是菩萨就应该要这样 一发不停 所以他都说 若乃生 若台生 若世生 若外生 包含一切众生在里面 但是大部分的人 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认为 我这个除暴 安良 我替台湾人发声 来痛骂这些中国人 我希望他们早一点得瘟疫都死掉 我希望这边的人 因为怎么样 这些其实都 你看起来好像是好人 其实不是 看起来是下行菩萨套 其实不是 而且这种不是败坏而已 而是败坏到很彻底 那这个败坏他还没败坏到那么严重 他也有悲心的 但是变成你的悲心 变成你的悲心是私心 悲心照理来讲他是无私的 但是你的悲心是私心有局限 跟我有关的人 跟我在一起的人 对我有影响的人 这一些我才对他有悲心 对我有伤害的人 跟我无关的人 这个不在我的悲心范围里面 那个不是菩萨的悲心 所以这个叫做败坏菩萨 另外大哲人里面还有说到 他说 另外还有讲到败坏 所以很多人打着红旗反红旗 其实你不过是站在你自己的利益的立场上 其实是跟你相关的 对你有利的 其实这样而已 你这个不是菩萨道 那么我们讲到 智论里面说到 他说本发普提心 讲到败坏菩萨 他说到败坏菩萨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 讲到败坏菩萨 他的败坏是怎么一种 回回事 除了经典引用的这个句 就是 这个 治疑国法 无所贪力 照理来讲 这很殊胜 就凡是按法律 那无所贪力 他也不贪 也不为他的利益 虽有首脑 但是他脑海的众生不多 但是也是有脑海的众生 所以他所挨得多 就是利益的 让这些众生得安乐得多 但让众生痛苦得少 但是既还是有痛苦啊 所以治疑二人已成一家 一家就是社会 让社会 让社会平安 社会安定 那他另外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本发普提心 我们看 不欲善人 五概复心 行杂行 好 概复心其实就是烦恼复心 行杂行 转世受大富贵 祸作国王 齐了翻了 我太过瘾了 鬼王神王 其实就是鬼王 龙王 或者是龙王 其实你可以做王 在一个众中做王 都是你有那一种 威德力只要都是因为你有慈戒来 但是有慈戒不一定不伤害众生 有些会 看如果你的戒杂染得多 那么你可能就是 比较受三恶道的王 比如说猴子有猴王 他也有富贵 甚至是密封都有封王 但待遇就不一样 人也有 在国王里面有分很多种 鬼也有鬼王 龙也有龙王 金翅鸟也有金翅鸟王 阿修罗都有阿修罗王 罗刹都有罗刹王 那么这些王 基本上都是因为 他有那个善法 有那个戒 但是他那个戒杂染 就是也有伤害 也伤害很多 但是他也有审地 就是有那种王力 就是自在力的 所以他讲 以本造身口意恶业不倾鉴 原本所造的 身口意恶业不倾鉴 就是他有善有恶 那这种基本上就是 我们说大善小恶 大善小恶 但这些恶也有 有些是 有些恶也会影响到他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比较没有办法 做这个三善道里面的王 那这个是善道的 这个就是恶道的 这个是人道的 那底下都是 底下都是这个鬼神道 畜生道的 好 不得生诸佛浅 及 人中无罪之处 有些诸佛 那么这个是 所谓的败败菩萨 就是主要他是说 没有遇到善人 没有人引导他 然后他 他本来有发菩提心的 后来没有人引导 慢慢慢慢菩提心就败坏掉了 就有烦恼 贪啊 撑啊 乙衣啊 这些 那么覆盖 那么就行杂行 就杂染行 杂染 其实就是烦恼 杂染的 这些 然后但是他还是 他还是有修很多善 那 转世因为他这个行善 发菩提心 然后做了很大的善事 那以赴持佛法 有受大富贵 所以这个就是贵 亡都是贵的 又有富又有贵 那这个 但是不得伸出佛潜 其人中无罪之处 这个是败坏菩萨 那宝基经里面有提到 这个菩萨有四种败坏之相 那么这个也可以参考 就是为什么会败坏呢 发的菩提心 要行菩萨到后来为什么败坏呢 他有讲到四种败坏之相 假设你有这种情形 那就表示 你可能就是会变成败坏菩萨 就是你有这样的情形 表示你这个菩提心 可能会败坏掉 那有四种 那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读诵经典而生戏论 就是你不尊重法 因为菩萨就是要依法修行 如果你对法不尊重 那么你可能会败坏掉 可是你就没有 因为你没有不尊重法 你那个法源就没有 你那个善源 依正法而来得的善源就没有 那没有善源就可能会就这样 不予善人了 那你尊重法 你就跟法有缘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读诵经典而生戏论 所以要恭敬尊典 恭敬经典及恭敬说法的人 他基本上这个就是对法的尊重 那么所以印光大师也有讲 那么一切佛法从恭敬中求 也是这样 那么甚至纪律里面都规定 而这个人对佛法不尊重 不恭敬 不要为他说法 因为他会 你为他说法六立一堂 但是他对佛法不恭敬 他一听不进去也不受用 而且他还因为亲慢佛法 就怎么样 会对跟佛法的缘会越来越好 会有障碍 他在佛法上生亲慢 他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起障碍 就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为他说法 为他所有的利益不到他 反而会让他亲世佛法 那么由他亲世佛法会对他 亲慢佛法会对他未来学习佛法产生障碍 所以戒律里面有规定 有很多条 他加起来二十几条 比丘比丘尼戒里面有 比丘像我们有两百五十条 两百五十条 大概有二三十条 二十几条规定 不可以为众生这样 不可以为这种众生说法 不可以为那种众生说法 人持刀不应该为说法 就是他拿着这个兵器 或是他很傲慢 那么这些人不应该为他说法 你为他说法他都看不起你 看不起法 看不起说法的人 那么你为他说法 他听不进去 也利益不了他 他顶多他诽谤而已 或是他不回报 他轻慢 他一样会有障碍 所以读诵经典而生戏论 就是你不攻减 轻忽 随便开玩笑 对这个经典随便开玩笑 所以有些人会这样 有些人习惯会这样 比如说讲经典 讲佛法的 就开玩笑 开那个很难听的玩笑 就是我说 我都跟他讲 你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 这样讲不好 因为你这样习惯 轻慢佛法 就拿佛菩萨来开玩笑 这不是一件好事 拿经典来开玩笑 这不是一件好事 拿主师大德来开玩笑 这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会这样 有些人觉得没关系 要去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不要开到佛法这边来 不要开到佛菩萨这边来 有些人会这样 这个就不好 这个就是读诵经典 对于法 对于这些 随随便便开玩笑 轻慢 轻慢佛法 基本上 你会在修学佛法上 产生障碍 这个就不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四种败坏之下 所以应该要尊重佛法 恭敬佛法 第二个是 不能奉顺 恭敬 施掌 这个就是法跟说法的人 不能奉顺 这个都是叫你恭敬佛法而已 不能奉顺 恭敬 施掌 教授女佛法的师长 令心欢悦 损她共养 就是产生嫉妒心 令心欢悦 损她共养 这是第二个 其实就是法跟守法的人 第三个自为本事而受信誓 你自己发的菩提心 你自己发的愿 自为本事 你不在乎 菩萨都有发四弘试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凡然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程 包括我们送清送晚和多 后面都有下个愿 愿你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构成佛道 我要修学佛法 就是要累积功累得 成长我的能力 智慧 慈悲 精进 那么这一些种种的力量 我用这些力量做什么 我要利益众生的 这个就是我们 就算我们等一下讲课完 YES这样 这些其实都是菩萨的红誓愿 你为什么今天要来学习佛法 为什么今天你要来 要来听经 要来学习佛法 你为什么要这样中规中解 要持这个戒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还要努力修学 为什么 不过就是要让你自己变得有力量 这有力量就是有功德 就是有智慧 有慈悲 有情节 心性恋定慧 这些让你五根五粒 增长五根五粒 你有力量做什么 我才有力量可以利益众生 你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 你把这个忘记 因为你修得越好 很简单 你修得越好 第一个你名声好 大家都对你好 大家对你恭敬 大家对你供养的多 帮助你的多 那你久了久了你就忘记了 忘记了你是要利益众生的 你只在乎 你以前都这样共安我 你现在怎么不这样共安我 你以前都这样赞叹我 你现在怎么不这样赞叹我 你变成这样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 开始在败坏了 开始在败坏了 就是说自为本事 你忘记了你的普提心 而受信思 而只在乎 信思就是说弹性的故事 你变成你只在乎那些名声 就是灵魂力量 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利益 我做了这么多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相对你对我付出了什么 我为了这个团体付出了这么多 我得到了什么 类似像这样 你会在乎这种东西 你变成在乎你所得到的 而不是在乎 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付出 我不是为了你 为了从你身上可以得到什么 我才帮助你的 不是的 我不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我才帮助你 就我们讲说的 就好像说 我们知道孝顺父母有福报 但我不是为了得福报 我才孝顺父母的 不是的 我们知道利益众生有福报 但我不是为了得福报 我才利益众生的 我不是为了从英国那边得到福报 不是 因为有布施就有福报 有利益众生就有福报 我不是为了得这个福报 我也不是要 因为你能够回报我 我才利益你的 不是的 是因为我要勤迫杂道 我本来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我要成果就是要利益众生 就算我利益众生 我才能成果 但是我为什么要成果 也是要为了很广大的利益众生 我才要成果的 所以我一直是以利益众生 为我的所缘 我不在乎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也不在乎 我这样做了之后 我会有什么成就 我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因为我而变得更好 主要是这样 我们也知道孝顺父母有福报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福报 才去孝顺父母 但是我们不否定孝顺父母有福报 但是我不是为了得福报孝顺父母 我不是为了说我利益众生 我可以成就我自己 不是 而是我本来的誓愿 我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我不是因为要得到你的供养 你的恭敬 我要得到世间的名声 我才会做这件事的 不是的 而是我的本誓愿 菩提心就是 若染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蛙生 若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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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本来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那我自己有没有离苦得乐 那不是我该关心的 那这种心是很伟大的 当然我们这个菩提心 后面会讲 要慢慢慢慢修的 菩提心也是要修的 不是说我发了心就一直存在 没有 它也有层次的差别 也有坚固不坚固的差别 也有广大不广大的差别 那这个是意思要发的 那你要常常想起来 那不然很快就退掉了 发的都是虚的 不实在的心 所以忘记了你的菩提心 本誓愿了 而受信施 第四个 这个就表示你开始在败坏 开始要败坏 这个就是 其实一个就是忘失菩提心的 然后第四个 见善菩萨 清漫不坚 就是我们讲 开始有红眼病 开始有嫉妒心 那这个为什么也会败坏 很简单 你的菩提心就是要利益众生 那你看这个人好 你看到这个人好 或是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公信 很多人的供养 你心里面不舒服 我比他好 为什么大家都注意到他 没有注意到我 我付出的比他多 为什么大家都说他好 没有说过我好 这个其实也会这样 其实我们都会这样 觉得我们做那么多 那个人都不做 结果大家都说他好 没有说我好 那我到底是为谁做 我以后不要做了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 不值得 怎样 你轻慢 但是这个是好 那别人好 你本来就是为了他 你本来就要让大家都好的 现在不是你的因缘 他那么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高兴 你不高兴他变好 还是怎样 还是你不高兴他比你好 那你的本事愿 就是要让众生都好 你自己好不好 没关系 但是他一定要好 众生一定要好 但现在众生好 你不好 你反而你就怎么样 不高兴 那这个就是 根本就跟菩提心相违背 那开始要败坏了 菩萨就是离了菩提心 就不叫做菩萨 那现在这个菩提心变子 变得不是 变得不是为了众生 就算我行菩萨道 也是要彰显我是菩萨 那这样就不是菩萨道 但是这个老实讲 这一部分也还蛮难的 因为我们努力做 我们总希望看到相对应的 做到我们努力的去利益众生 我们也希望得到相对的什么 尊重跟肯定 很少人不用肯定 就自我肯定的 那种人不多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 那你的菩提心就很坚定 你在这个菩提心里面自我肯定 肯定自己 我就是这样做 别人肯定不肯定我 那不重要 问题是我依着佛法 从佛法中得到肯定 那这个很重要 但这个不容易 但是你一直在佛法里面 其实 如是因如是果 这个是最大的肯定 你清楚 你清楚 如是因如是果 依着菩提心 这个是最大的肯定 但是多数的人还是希望 那么得到大家的肯定 我这么努力 尤其在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发心 那你原来的发心就是 我是要行菩萨道的 我要利益众生的 我藉由这个团体来推广佛法 我互念这个团体 来互念我的菩提心 来互念众生 但是做了很久 没有得到肯定 你就会退心 大多数的人还是希望肯定 即使是我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你不断在佛法中学习 你会发现到最大的肯定 不是来自于其别人的肯定 而是你从佛法中知道 如是因如是果 这个一直支持你 你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你得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 那这个是从佛法来的肯定 也就是我们说的自一子法一子 那么你不断地坚定这样行菩萨道 那么这个是 这个菩提心就很坚固了 那如果没有那可能就会败坏了 这个是保激心讲的四种败坏之下 就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你越来越重视自己 不重视别人了 你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 你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怎么会跟菩提心相应呢 当然要变败坏了 这个就是开始 你有这种行为就开始败坏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过 这个大制度论里面的 还有保激经的 然后还有这里的 大概讲到所谓的败坏菩萨 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 可尊可敬 善法的根源就是前面说的 那么因为有菩萨就有神闻 有人天 有佛菩萨 都是从菩萨来的 而菩萨从发菩提心而来的 菩萨就是发了菩提心就叫菩萨 不发菩提心不叫菩萨 所以大圣经中 也特别是像华元经 那么非常的赞叹这个菩提心 波勒经也是一样 就不断地赞叹这个菩提心 无边赞叹这个菩提心的功德 说它是一切佛法的种子 所以说一切的佛法 一切的善法都从菩萨来 菩萨是从菩提心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 一切的善法一切的佛法 都从菩提心来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